打开手机操作界面,灵动可爱的立体动漫九色录形象就从洞窟内跳了出来, 蹦跋着向库区外走来,手机方向一转, 在墨高窟崖壁上就能显示出模拟的洞窟标牌信息还有路线导航。 今年以来,世界文化遗产敦煌墨高窟开启探索窟内文物窟外看参观新体验。 近日,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于天秀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通过数字化技术能够把墨高窟很多壁画甚至整窟都搬到户外, 不仅有更为丰富的洞窟数字游览体验, 游客还可以通过手机与敦煌壁画中憨太可聚的动物互动。 我们用了华为的合图技术能够把墨高窟的很多壁画或者是整窟都搬在这个窟外, 那现在可以看到有这个九色路可以缓缓地从楼梯下面走下来, 可以跟九色路进行互动。 另外还有在洞窟的崖壁上每个洞窟对应的有很多标牌信息, 那你可以点进去可以看到有整个洞窟的一个介绍。 不断丰富的参观体验得益于30余年来敦煌墨高窟文物数字化之路。 据了解,目前敦煌墨高窟已对200多个洞窟完成了数字化采集, 其中拼接了140多个洞窟,有160多个洞窟实现了全景漫游。 于天秀坦言,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采集技术和效率的更新升级, 目前正在围绕此进行完善和改进。 我们现在采集的洞窟会越来越小, 将会面临着我们的设备还有方法都需要一些改进。 最小的这种洞窟有可能连我们现在的采集相机都塞不进去, 或者是塞进去以后它的距离几乎没有射去, 它就采集不到信息。 作为事件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墨高窟现存完好,存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有492个, 壁画4.5平方米,彩塑2000多深。 由于窟内彩塑和壁画都是由泥土、麦草、木材等材料制成, 随着时间推移和参观游客的增多, 急稳物保护面临巨大压力。 对于窟窟却事件上选择的佛教艺术圣地から 解决10多,内容重用来自质的佛教艺术大压力。 又维持案来自质猶物保护面。